在黄子脚曝光13位艺人的黑料之后 台娱乐圈似乎就陷入了一个循环 不断有人站出来爆料自己受到的伤害 而这系列事件也被网友们称为Matthew事件 而在黄子脚爆料后 闹得最厉害的就是陈剑舟涉嫌性骚扰事件 因为其他的都是爆完就没事了 而它却是成了系列剧 28日晚 女星郭媛媛在社交账号上发文 揭露陈剑舟是性骚扰惯犯 并详细描述两次性骚细节 而这也是积大牙后 又一位控诉陈剑舟性骚扰的女星了 一次是在范伟奇运气 陈剑舟以有东西要赠送为由 把她抱到腿上索稳 另一次是陈剑舟把她带回家 然后把她抓抱起来丢在床上 进第一间房时陈剑舟说 郭这张床不可以 她便猜到这张床是黑人和范伟奇的主卧 然后黑人又把她抛到了另一间房子的床上 她不断挣扎 直到放声大哭后 陈剑舟才放过她 送她离开 据了解 2019年 郭媛媛曾参加黑人主持的节目 私下偶尔会回复黑人的留言 甚至送给黑人一本公关的书籍 郭媛媛称 从未跟人提起第二次被性骚扰的事情 她现在对黑人已经不存在原谅或不原谅的心情 因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剩下的只有心魔的斗争 最后 郭媛媛解释说出来的原因 主要是不想让大牙只有一个人 不少网友看后 纷纷炸了锅 直呼 虽然不认识这位女生 在黑人对大牙要求高额赔偿以后 她还是站出来了 确实勇气可嘉 为她点赞 看到郭媛媛的发声后 如也想起了之前 在大牙指控陈建州性骚扰后 黑人还和妻子范伟齐联合发声 否认了性骚扰仪式 并且陈建州居然还要起诉大牙 直言要大牙赔偿一千万 还叫嚣着要对方公开道歉 相信也是因为陈建州太狂 所以之前曾受其害的女性 全都站出来指控了 就像郭媛媛的控诉文中所说的 不想大牙一个人 其实 自从陈建州性骚扰事件爆发后 网友们都站在了大牙这边 并且开始挖出她之前的丑闻 有网友爆料称 陈建州曾在康熙来了 透露自己全罗骚扰过艾斯玛 当时她在视频中故意裸露身体 艾斯玛下了一大跳 恶作剧成功的她无比开心 陈建州并未察觉到 自己做得有什么不妥 反而全程以炫耀的姿态说出 一旁的小艾斯直言 你看她变态的镜右上来了 正面承认了此事 看到这 还真的震惊了 这是恶作剧 这不就是妥妥的性骚扰吗 要知道 陈建州不仅和大艾斯相恋过 而且还曾表示喜欢过小艾斯 现在看来 她不仅仅是对大小艾斯动心 甚至还想着要和艾斯妈 来场布鲁链呀 不得不说 陈建州真的太会玩了 其实陈建州在男女关系方面 一直都没有很强的边界感 在很多节目和公开场合中都能看出来 大艾斯和陈建州在高中的时候就谈恋爱了 两人在一起七年 分手后 依然是彼此很重要的人 当初大艾斯参加综艺节目 陈建州以嘉宾身份出席 大艾斯第一时间 双腿盘住陈建州的腰给她一个熊抱 更关键的是 当时大艾斯和汪小飞那时候还没离婚 当然 小艾斯的热情也不输姐姐 而且葛思琦曾爆料 陈建州未给大艾斯出气 曾动手打汪小飞 可见相对来说 汪小飞当时在老婆家里的关系 还不如陈建州亲近 也难怪范围气不止一次称 谈恋爱的时候 陈建州经常带着大艾斯 还有消息报 如果大艾斯不点头 陈建州不会取范围气 除了对大小艾斯举止亲密 陈建州在其他节目中的表现 也堪称一绝 陈建州早年上小艾斯节目时被爆 曾偷偷品尝老婆范围气 给孩子准备的母乳 而除了自己老婆的母乳 陈建州还尝过另外一个女明星的母奶 当然 人家夫妻之间的小情趣外人也不好评价 陈建州对于偷偿范围气母乳这件事 可能也是一时好奇 可偷偿别的女明星的母乳味道 似乎就有一点说不过去的别扭了 不说陈建州的老婆范围气作何感想 单就这位提供母乳的女明星 如果知晓此事 这脸面怕是过不去了 据悉 当时刘若英和范围气同在一个月子中心 范围气生下双胞胎母乳不够吃 所以刘若英将多余的母乳云给了范围气的孩子 而也正因如此 才有了陈建州尝过刘若英母乳的爆料 不清楚陈建州的这个脑回路是如何运转的 就算在亲密的朋友关系 边界感还是需要注意的 本是刘若英的善心之举 可谓孩子准备的母乳 却被孩子爸爸喝了 陈建州这个匪夷所思的离谱行为 简直让人大开眼界 此外 陈建州还被扒出 曾在综艺节目中亲吻Selina 当初罗志祥主持的一档节目中 几位男嘉宾和SH玩蒙眼亲亲游戏 其他男嘉宾都很有风度地亲脸蛋 并且动作蜻蜓点水 当时Selina是被蒙眼固定在位置上的 而陈建州借着道具滑到Selina身边 直接亲上了女生的嘴巴 Selina掀开眼罩尖叫拍打陈建州 并崩溃表示为何自己觉得有舌头的感觉 当时节目播出后 该片段也惹出了不小的争议 陈建州发生道歉后事件才得以平息 公平点讲 这个事情发生的主要原因 还是要归咎于节目设置的问题 陈建州亲吻了Selina 可能多少存有意外和节目效果的双重作用 可Selina的那句感受到了舌头 怎么听来都是有些不对味道 加上大雅词翻会深会色的描绘了 当时自己遭遇过陈建州的各种言语和肢体骚扰 陈建州和Selina的这个综艺片段再次被翻出来 观感实在不怎么美妙 虽然玩游戏要放得开 但也要保持基本的礼貌和对女士的尊重 既然提到罗志祥 就不得不提他被陈建州强吻一事 罗志祥属于比较玩得起的艺人了 但当时依然表情骤变 手激动地握成拳 还有陈白玲 蔡康永 吴彦祖 没想到男生吴彦祖 也有过这么精彩的瞬间吧 当初李亮磊和王力宏离婚的时候 曾曝出过身边一对夫妻关系不和谐 当时外界纷纷猜测 陈建州和范伟奇是行婚 但随后李亮磊特意单独发了一条澄清声明 表示陈建州范伟奇夫妻和王力宏 没有不正当关系 话说澄清范伟奇和王力宏很正常 陈建州和王力宏都是男人 也需要澄清嘛 虽然蔡康永曾在节目中开玩笑 要揭发范伟奇和陈建州的婚姻真相 但当地的综艺节目本身风格就比较大胆 小S也经常在节目中调侃男嘉宾 只要双方觉得没越界 就当好朋友打闹看个热闹吧 沈玉林还在节目中爆料 自己被陈建州拉进了一个分享X片的群组 这个群也被称为饰演一圈最大的暗黑群组 男性朋友之间分享影片的群组 想来应该是不怎么能提内容的存在 据悉群里三十几位成员 一个比一个大咖 名单如果公布出来 将会是成为震荡台湾娱乐圈的爆炸性新闻 社群最大的特色是没有人会出声 但会有人在群内提供大量的最新影片 群内人的默契就是以毒不回 沈玉林还说自己是被陈建州拉入群内的 而陈建州是谁拉进去的 他卖了个关子 还提醒大家想想陈建州身边的几位好友 不得不说 台语选手们是真的有在努力 S姐妹的这个圈子已经够热闹了 结果陈建州进来参了一脚 直接更加扩大了战场 给自己的朋友们也拉进了舆论漩涡 看评论区 已经有不少网友们 在热热闹闹的猜测是谁把陈建州拉进了这个暗黑群组 周杰伦和陈建州的过往合照都成了热评第一 台湾娱乐圈莫不是真的要变变天了 由此可见 陈建州早已是劣迹斑斑了 因此 在第二位站出来指控他性骚扰之后 陈建州透过经纪人回应表示 针对莫须有的指控 我们不再回应 从陈建州方的回应来看 这完全没有之前的硬气了 之前大牙爆料时 他可是直接叫嚣要将对方告上法庭 并还称要索赔千万 现在事件发酵得越来越厉害了 陈建州居然称不再回应了 这很明显就是认怂了呀 估计他现在应该是在背后坐着紧急公关 希望能够堵住这些女孩的嘴 要不然讲得再多 到时再站出一个来指控 那么他就彻底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此事件曝光后 引发了公众的愤慨和谴责 许多网友纷纷发表评论 对陈建州的行为表示愤怒和不满 他们认为 作为公众人物 陈建州应该有更好的行为表率 而不是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对于这起事件 陈建州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然而 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调查此事 并表示将依法处理 公众期待 依法公正地处理此案 给予受害者公道 并让陈建州为自己的行为 承担应有的责任 这起事件再次引发人们 对于维护女性权益的讨论 人们呼吁 应该加强对于性骚扰行为的打击 保护女性的人身安全和尊严 同时 也提醒公众 要提高警惕 不要为公众人物的不当行为 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和纵容 希望此事件能够引起 更多人的关注和思考 推动社会对于性骚扰问题的重视和改变 我们应该共同努力 营造一个尊重和谐的社会环境 让每个人都能够享有安全和尊严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